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第三章第一关 蝙蝠火箭吊架 第一件是收集螺丝 第二件是给蝙蝠侠换上爆破装 将白色乐高物品炸掉 组建出计算机 交换身份 给罗宾穿上科技服 录清电脑 破解密码 跳上高台 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推动开关 会出现一个神纳装 穿在蝙蝠侠身上 按原路返回 来到一个玻璃面前 按住拳头 将玻璃打碎 左右手配合操作 右手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左手转动方向盘 启动里面的机器 连接出一座桥 来到桥对面 蝙蝠侠换爆破装 将平台上面的所有白色乐高物品都打碎 再交换身份 罗宾穿上危害隔离装 将地上带有黄色边框的物品输送进旁边的机器 自动组装出设备 接着跳上该设备 将我们送上第二层之后 再次交换身份 蝙蝠侠穿上传感装 站在指定框内 点击最右下角的按钮 再交换身份 让罗宾到左右两边的框内 右手按键 左手转动方向盘 将机器的零件安装上去 上面的大水缸的水就被抽干了 我们用交换身份 换蝙蝠侠利用超强势力 将隐藏的物品显示出来之后 再换上升纳桩 击毁面前的门 拿取钥匙 将其插入旁边的机器中 将桥连接过来 进入下一阶段 蝙蝠侠穿上爆破装 将面前白色物品击毁再交换身份 换罗宾穿上荧光服 将里面的物品击毁后 蝙蝠侠将获得一个太空装 按住拳头按钮 将外面的金色物品击毁 再将其组装获得一个加油机 利用加油机给蝙蝠侠加满油 再有螺丝出现的地方 双击向上按钮 便可将蝙蝠侠送上第三层 利用激光 把目标点移到金色物品上将其击毁 等罗宾上来之后 交换身份 利用罗宾远程攻击 锁定回旋棒 操作方式是按住拳头按钮 将目标点移到回旋棒上 往上跳 并配合左手的方向盘 跳上第四层 打碎上面的白色物品 并阻振出可供蝙蝠侠上来的道具 之后 穿上太空装 按最右下角的按钮 对准黄金热高墙 使用左手的方向盘 将其切割开 再交换身份 罗宾穿上科技装 入侵电脑 破解密码 可算是通关了 真是死了避免N个脑细胞 第三章第二关 瞭望塔之战 哇哦 太空战舰 各位看官 系好安全弹 自个儿飞去吧 一场寒暢淋漓的战争过后 进入第三章第三关 瞭望塔入口 首先收集螺丝 并打败两个小人 因为我们前进的道路 被一个大型乐高物品挡住了 所以我们要借助设备 将其移走 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再利用方向盘 将目标点定位到物品上 再按住拳头的按钮 将其移动 道路就通了 接着利用蝙蝠侠的传感桩 将隐藏的物品显示出来 获得一个人物 刚鼓 就可以利用他的磁力桩 把下一扇门打开 将会来到一个平台上 先往左边走 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让钢鼓将上面的蓝色乐高物品 移动下来 换上太空装 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对准乐高墙 使用方向盘将其切割 获得一个加油机 再次交换身份 让蝙蝠侠穿上太空装 充好能量 跳上高台 将上面的红色按钮踩下 便可将第一扇门打开 再交换身份 让钢鼓穿上爆破装 将下面的物品炸掉 便可按原路返回 来到右边的房间 打碎其中一个物品 可组装出一个跑步机 我们再将人物切换为闪电侠 上到跑步机 重复按最右下角的按钮 直到将楼梯显示出来 上到第二层 让蝙蝠侠的太空装 充好能量 上到第三层 再切换为钢鼓 穿上磁力装 等到门被一圈绿线条包围时 按住最右下角的按钮 将蓝色的大门打开 跳上红色的机关 将第二层的门打开 接着交换身份 换到第二层的钢鼓 穿上太空装 利用机关将下面金色的 乐高物品机会 简直就是一场 最强大脑的比拼 不能忍 另外 每一章节 都有隐藏关卡的存在 相当于一个章节年轻 隐藏关卡不过关的话 没办法进入下一章节 不过不要担心 都比较简单 所以明明在这儿 就不一一和大家讲解了 实在是至少说弄的同志们 欢迎关注着迷网 给我们留言 绝对服务到家 各位看乖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